排位是一名男子去吃居酒屋時 覺得點的柳葉魚太鹹了 向店家反映 而當時公讀生按照店內的流程 拿去倒廚餘 沒有想到引發這名男子不滿 認為這名公讀生的態度非常的不好 喝了酒之後朝他挥拳攻擊 造成公讀生頭部挫傷 報警提告傷害 這個居酒屋吃到連警察都上門了 藍色衣服客人不斷大聲嚷嚷 一旁員工趕緊解釋到底發生了 什麼事 原來這位客人不滿餐點太鹹 反映後公讀生店員照流程拿去倒廚餘 但這動作似乎又惹火了他 火爆衝突發生在台北市大安區一家居酒屋 顧客當時點了一份柳葉魚 覺得太鹹又認為公讀生店員服務態度不好 黃糖下肚情緒上來出拳攻擊攻讀生 讓攻讀生頭部挫傷提高傷害 就太誇張了店家應該再重做一個比較不閒的給他 我應該就會跟店家反映 看他可不可以幫我做 就接下來餐點就會被調整 如果沒辦法的話 我接下來就不會再閒的 雖然這名顧客酒醒後坦誠犯行 雙方最後也私下和解 但為了一份柳葉魚大動肝火出拳商人 還差點鬧上法院 這代價似乎有點大 就這樣我已經將門以待會吧 到